這裏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 即是阿根廷最南方的烏斯懷亞小鎮 時間來到晚上九點半 咦,這麼晚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何外面還這麼光亮? 她是我們今天的主角,Arora 她不睡,原來是因為有些東西很重要,她要預備 原來這個小鎮有個傳統 每一個到16歲的年輕人 她要獨自完成家裡留下的願望 這樣她才會成為真正的大人 也即是她要完成自己的成年禮 這本究竟是什麼? 讓我打開它看看 媽媽的舊相? 不是呀,原來是媽媽的日記簿 哇,我記得爸爸曾經說過 媽媽年輕的時候,曾經自己一個人 去過她來家很遠很遠的地方 實現自己的成年禮 但是我又不知道究竟媽媽是怎樣做到的 怎樣才知道呢? 哎呀,哇,好痛呀 這裡又會這麼奇怪,有個這麼大的箱 讓我打開它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哇,真的很重呀 哎呀,這裡有個雪橙 難道媽媽之前去過一個很冷很冷的地方? 哇,這裡還有一個指南針 還有,是一幅地圖 讓我看看媽媽去了哪裡 我知道了,媽媽去了一個很遠很冷的地方 即是北極 哇,但是這樣啊 北極,距離我們家完全是相反方向的 哎呀,媽媽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 啊,打開她本日記簿 就知道媽媽是怎樣做的了 1890年12月10日 原來南極的另一端同樣有這樣的地方 在極北的盡頭 夏天每分鐘都是光纏纏的極周 而冬天就是黑漫漫的極夜 在滿天的黑色畫布裡面 看到完整的天河和不同的動物 根本沒辦法跟南極的銀河相比 嘩,嘩,嘩,真的這麼漂亮? 銀河啊,還要天上畫滿了動物 那究竟是大熊啊,嘩,還是飛馬呢? 嘻嘻,哈哈,這些我從來都沒見過的 再看看有些什麼 嘩,嘩,這裡有一張照片 一個又一個的光圈 好像星星腳印那樣的圓圈 嘩,如果親眼看到,那就好了 媽媽真的很厲害 但是,怎麼才能去到這個地方呢? 我知道了,如果我在這本日記簿那裡 可以找到媽媽未完成的心願 然後,我找到方法去到這個地方的話 我除了可以完成自己的成年禮之餘 還可以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東西啊 光橙橙,黑蒙蒙,銀河 還有,天上面畫滿了動物啊 哈哈,快點看看怎樣做 嘻嘻,這裡還有一張明信片啊 但是,為什麼不捨給誰呢? 謝謝你幫我完成了我的成年禮 讓我知道在這個世界極北的天空 都有無準的白和黑 下次再找你的時候 不要忘記告訴我 你太陽系很遠的天黃星 是不是也是這樣啊 這個是我們的約定來的 最後,希望你能夠順利完成 這一本挪威極光考察的研究吧 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媽媽的成年禮 就是去了這個地方啊 讓我來幫媽媽完成她的心願 找到這一位先生 然後問一下她 天黃星是不是也有極奏和極夜的? 這樣,我除了可以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東西之餘 還可以完成自己的成年禮啊 哈哈,那就太好了 事不宜遲,立刻出發啦 嘿嘿,地圖,行李生 哈哈,地圖,行李生 黑千代 Section 就是有個冰箱子 叫做冰箱子 人員 神經典 山明 他會被冰箱子 他會被冰箱子 寫著 一個希少 以來